我必须讲就是说 其实一开始国民党 其实已经拿出最大最大的诚意 来希望能够跟民众党合作 那么甚至昨天可以看到韩江沛 江启臣也公开说 如果只要民众党愿意合作 他立刻就会退出 所以我想包含国民党或者江启臣个人 都已经展现出极大极大的诚意 但是因为现在是情势的发展 那看起来民众党好像不一定愿意跟国民党合作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国民党一定要自己来做一个准备 我们总不能说到最后 自己连个副院长人选都推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是做万全的准备 但是最后如果说大家各自推人 也就是说大家原来希望看到的蓝白合作 在院长这一局是没有落实的 那也许有些人会失望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 我们已经展现十足的诚意 那么当然未来其实在立法院 也不是只有院长可以合作了 包含召委还有包含一些重大的提案 比如讲 我民众党之前也希望说 等到新的总统应该到立法院来做这个实证报告 好那大家可以赶快来共同推动 或者是说不在机投票 大家都同意 或者是大家觉得和二和三场应该赶快展开演绎的工作 这个也是大家共同愿意的 就会共同合作 所以我觉得院长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做合作 并不代表 未来是说我们国民党和民众两党是完全没有合作的空间 如果民众党在立法院一直最后跟民进党合作 那当然我觉得我个人很难接受了 当然因为我不是我没有投他的票 那我觉得他的支持者应该也很难接受吧 就是说如果你选前是说你要政党轮替 那你是要打开黑箱 你要打击黑金 打击贪腐等等 最后你一选上立刻跟民进党来合作 我觉得也很难说服在之前去支持民众党的支持者 那这样的政治风险 我觉得这是民众党自己要去自行评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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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